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经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钢笔的英语词和介绍 那就直接录正题吧 首先这样子分开两个部分 书写上面的一个就是说简称的一个四笔 经常买笔会四笔 就是沾着墨水来写 正常四笔不会上墨的 就是沾着墨水然后写几项 这是正常的一个四笔 四笔的话通常老外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外国人的话 很多个F或者很多个S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字可写的时候 它会有不同的压感 有不同压感的时候导致它一写出来 它就自然会有一个不同的出戏 然后还有一句是什么的 The Craig Brown force jump over the lazy dog 意思是说 没意思 假的 是这样子 这句话是26个英文字母都有的 所以说就是说一个神句 好然后华人这边通常怎么样 你看看的最多的第一个 很多个疤 很多个疤 然后对吧 然后再下来呢 就是这个两个环利脆 两个环利敏脆流 一行百路上青天 就反正就是你写不写进去都行 我通常是写那个刺笔怀骨多一点 然后再下来就是涌涌涌水水水 就这几个差不多是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就是那个讲我们的这个笔的部分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一个什么就是 对笔构造部分 我整理了一下这个下面几个就比我 几个的整理一下就下面几个词语嘛 通常这几个应该是很够用了 就不会说完全有不够用的情况 我拿的笔是那个帕克51 第一个cap 笔盖 第二个barrel 那个笔杆 再下来skill fruit 那个skill 我再读一遍 螺文的意思 没有别的 就单纯就是螺文的意思 skill就是一个螺丝的意思 然后再下来笔握holder 如果是说有些拿一些不清楚的 后面再回去看我之前 有第一集第三集第六集的一个蓝蓝包 因为这个是第七集 那再下来笔尖 这些信息其实你们去我干笔的一个播放频道 都有相关信息 我希望你们看一下 那这个freed 笔则在那个第二集 我有彩笔视频 你们也可以看一看 再下来讲的是一个什么上墨机制 上墨机制是这样子的 通常是这样 首先上面的部分 我圈的这个部分 是这样子 你们知道就行了 不用管那么多 因为用的是现在框的 下面这个部分 下面这个部分 这样子 反正先给你讲 上面的什么fueling system 上墨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它是用什么上墨模式 converter 其实这个是简写 全写是什么 最下面的那个部分 standard international converter 也就是说我之前做的第六集 什么讲的一个上墨机制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catch it 那个就是那个墨郎 墨胆 就是说我用那种 然后那个piston filter 我读音可能有时候会奇怪 为什么 我是直接看字去读的 所以说那个有时候怪怪的 然后piston filter是那一个 火塞上墨就是说百利金的那种 然后上面那些比如说我随便抽几个 跟大家讲旋转算墨器就是有点像 纳米2000的那种火塞上墨去旋转 扭上去转的 其实也是火塞上墨 就统称是piston filter了 然后再下来还有那个 嗯 火塞推动上墨就说像park 51 就这种老笔 piston type converter老笔才会用的 然后wreck filter wreck filter是那个 其实可以叫那个负压上墨 就是百乐的吧 823这一类的笔 或者我记得上墨它好像也有一支是这样子的 然后eye dropper是那个像百乐贵妃 好像是叫贵妃的那个笔杆 就是就是它的一个墨栏 然后你可滴墨进去 然后这样子上墨 就是说它密封镜比较好的一个笔 然后呢 再下来我们讲到一个就是那个笔尖 笔尖是这样子 首先常用的英语词汇嘛 对吧 出水量小 wet大的 ink flow就是你写的时候 就是专门观察它的墨水怎么流动的 然后有时候会散开嘛 散开那个东西叫墨云 然后再下来 dipnip就是说那个沾水笔 上网看的很多视频都有 steel nip 百力尖 M200 bent nip 美工笔 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一个第二集的笔 就是说我刚笔视频里面有一根笔叫什么 笔加索的那个 有送那个弯尖笔 通常是叫美工笔 Asia Categraphic Nip 就是说那个老三羊 就是台湾老三羊的那个就是用这个 然后呢 Nip Modification 就是说 Modification Modification的话 就是说那个笔尖的一个打磨 然后再下来Demonstrator 是那个释放钢笔 或者我自己写的是释放笔了 反正就是透明的意思了 然后再下来就是Fax9 Rariation 那个什么 Rariation 是那一个 就是说那个线条粗细变化 就我写的时候 平坚比会用这个词多一点 其他比较少 Ink Rail Rail指很多的意思 反正这里指墨水瓶 然后slit 缝隙 然后再下Beef hole Fushicon 就是说每根单笔都有的 这两个东西一定会有的 有些那个slip 它会是那个两根的 但是一根和两根的 我们就那个不多做那个叙述了 因为现在没有笔是这样做了 然后再下来讲的最后一个就是笔尖 就是之前我做百利金那集 我讲不同的尖 那这集我详细一点把所有的尖都给列出来 那个列出来 好 第一个尖 那个我们所说的金尖不是真的金尖是叫合金尖 之前讲到18 14,18,21,24 然后就是那个carat 就是说如果是18的那就是18carat 然后如果是14,14 然后要么就是21 记得这一页的所有后面都要加个nip nip什么 放回去前面看 尖的意思 再下来chipping material 就是说那个耐磨金属 然后evidium那个本 就是用平常说本金尖 或者是那个钢尖 那个本就是这个了 就是第三行的 那再下来就是所有的不同的尖的一个规格了 比如说那个chipping broad 3B间最初的了 double 或者broad 然后是m间f间 就是medium file hfile 然后什么ultra hfile 就UE fgm 平坚写英语书法用的 通常在章说笔上面比较用 比较多 因为平常上墨是那种笔 我记得好像真的还是只有百乐 有像这种比较另类 也不能说另类 就是说比较特殊一点的笔 然后再下来就是 是剩下的这些我估计也没什么人会用上了 有一个比较特别 最后一个holt 然后其他反正你们就自己看吧 我觉得不用细讲太多了 因为除非你真的玩这些钢饼 那我后面再开机细讲这样子 反而holt按键 好 那个所有的英语词汇 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记一下 基本上我讲的就是说 大概就这些了 反正不会说给你们那个讲太多 因为那个太长了 你们也听得很累 好 那个今天的那个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麻烦留言一下给我 让我知道怎么去改进 喜欢我的影片 就麻烦按下那个订阅键 也可以去我Facebook刷页上面 点一个那个赞 好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